OK 好 歡迎回來 因為恐恐想的東西太多了 我這次真的是多到一個不行 然後我講話比較慢吧 所以我想說還是分成上下兩集好了 媽來了 女人 女人 在叫你啊 在叫你啊 嗯 你吃吧啦 好 來 不要碰喔 好 所以接下來呢 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個 這是俗稱法國平價版的歐數袋 或者是用一些直萃的東西做的 然後你在康市美會看到一個小小的櫃 它真的是非常的小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覺得它的東西都還蠻好用的耶 尤其是他們家的髮品系列 有一個是那個 護髮液 它是液 液體的 護髮液髮的方式一樣使用 擦到你的頭髮上面 然後再沖洗掉呢 你的頭髮會變得非常的滑順 因為我本人並不是很愛太滑順的 不過我姊姊因為她是有點自然捲的 然後會比較容易毛躁的頭髮 她用的那個她超級喜歡的 然後我自己是本身很喜歡這個洗髮精 她這一罐叫做什麼 亮彩滑順洗髮露 反正我會喜歡的洗髮精 就是那種洗完會很膨鬆 然後頭皮會覺得很舒爽的那種洗髮精 然後她這個也是 而且她這麼一大罐喔 300ml 好像才200多塊吧 很便宜 然後又很好用的一個產品 然後又是有法國平價版歐數單支撐的品牌 再來跟大家分享的是牙膏系列 先跟大家分享我裡面最喜歡的是這一個 這個是木炭牙膏 所以她擠出來是黑色的牙膏 沒錯是黑色的 但是你刷起來呢 牙齒會變得很亮白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每次刷完都覺得 有可能是因為她剛刷上去的時候是黑色吧 所以你刷完就會有一種 牙齒變亮的那種感覺 但是它本來就是主打 它是可以讓牙齒亮白的一個牙膏 然後我自己用的是還蠻喜歡的 就是你刷完會覺得口腔還蠻舒服的 你的牙齦不會不舒服等等的 然後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布朗博士他們家出的牙膏 我會買這個是因為呢 我之前都會用布朗博士他們家的洗碗精 中性清潔劑 它非常的好用 然後我就順便買了這個牙膏 那這個牙膏呢 如果你是一個很喜歡牙膏 有很多泡泡的人呢 它非常的不適合你 因為它是刷起來完全沒有泡泡的那種牙膏 不過我覺得刷起來還蠻不錯的 反正清潔的感覺就還是蠻好的啊 只是它沒有泡泡而已 但是因為沒有泡泡呢 所以你會擠得非常的多 就你每次都會擠一大坨 所以其實用起來是會蠻浪費的啦 一下就用完了兩條了 然後它會有淡淡的味道 這是薄荷的 這是那個八角味 它八角味真的非常非常的淡 淡到就是我老公完全沒有發現它是八角的牙膏 我還想說如果是被它發現是八角的牙膏 它不知道會怎樣 結果它完全沒有發現 AURA2的 日本的嘛 其實我覺得AURA2的東西還好 就是他們家的美白牙膏啊 或者是那個什麼 束口水我都沒有到特別的喜歡 我只是就是把它用完就這樣子 我覺得還好一半半 皮膚保水的B5 最近用完它了 其實多半都是我老公在用的啦 因為它就是皮膚常常就跟這裡一樣那一樣的嘛 然後我通常都是肌膚可能有點問題 敏感的時候啊 或是因為我臉到脖子這邊 常常會突然那種泛紅發癢 我就會厚厚的塗一層 然後再來就是受傷的時候 受傷完塗它 就是每天塗 像我之前這邊我被那個電棒燙傷 然後就是每天塗 還有這邊啦 這邊那時候燙傷這裡一大塊 每天塗它會好得非常的快 而且會比較不容易留疤 然後還有譬如你清完痘痘粉刺的時候 也可以擦 因為它可以加速你的修復能力 B5它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修復的成分 還有最棒的就是你被蚊子頂的話呢 擦它馬上就不會癢了 很神奇 馬上就不會癢了 真的 所以它我覺得是一罐非常萬用的乳霜 你可以當一般的乳霜用 如果你的皮膚承受得了的話 因為我皮膚是很乾的那一種 然後它是很稠很滋潤的那種乳霜 所以我是可以拿來當乳霜用的 但如果你是油肌啊 或是混合偏油什麼的 絕對不適合 你就可以拿來擦局部就好了 然後還有像我說的其他的那些症狀 然後它是就是在媽媽界非常有名的寶寶的屁屁霜 很多寶寶都會長那個尿布疹 然後他們就會拿這個來擦 效果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 這是每個人家裡都可以背的一條的乳霜 就是你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可以擦它就對了 Beauty Blender 的他們家 因為我很喜歡用他們家的美妝蛋 然後我更喜歡他們家的這個清潔罩 我自從用了這個清潔罩之後呢 就沒有再買過其他的了 它的清潔罩就是反正你拿來洗美妝蛋 或是拿來洗刷具都可以洗得非常的乾淨 然後你買這個清潔罩呢 它通常裡面會附一塊就是 清刷具的那個 反正一片嘛 然後上面會有一點點凸起來的 你就可以在上面這樣刷刷刷刷 你的刷具啊還有海綿都可以清得非常的乾淨 反正氣墊海綿什麼的 我全部都是用這一塊肥皂來洗的 它的清潔功力非常的好 然後一塊可以用很久喔 可以用非常的久 雖然就是這樣看起來小小一塊 但是可以用很久 這個就是我一直有在持續購買的東西 之前在我的最愛化妝水裡面 有提到的這個FREE PLUS他們家的化妝水 保濕清爽不黏密 這麼簡單 真的我覺得好用的東西就是這樣子啊 難道你要再多說它什麼功能嗎 也不用 反正我就是覺得它噴起來是很清爽的 可是很保濕 然後它的噴霧的分子非常的細 然後你不管是在妝前妝後都可以使用 所以你也是 它好像有出那種小罐的 然後你也可以隨身帶在身上 當作保濕噴霧使用 如果你在 譬如夏天啊 在冷氣房裡面上班啊 隨時覺得想要補充水分的時候 都可以拿起來噴灑 非常的 好使用 然後用途非常的廣 很好用 再來是這個 這是MAKE的定妝保濕噴霧 很好用 超級無敵好用 而且它噴完臉會很亮 然後再加上它的保濕效果非常的好 就是 像我有時候如果用到 不適合的底妝 就是太乾的底妝 或是有時候是因為天氣的關係 天氣突然變得很乾燥 然後讓你原本的底妝可能用得好好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一天用起來 它就是特別的不順 然後我就會用這一罐來補救 因為我很乾燥就是會不吃妝嘛 就是很膚 然後我就會 譬如把它噴在海綿蛋上面 或是噴在氣墊粉撲上面 然後這樣噴噴噴之後呢 再去輕壓它 然後或者是 如果我很想用粉餅 但其實我的皮膚真的乾到很少粉餅 可以符合我的皮膚的 那我就會呢 先擦粉餅 對 先擦粉餅 然後再 把這個保濕噴霧噴在我的氣墊海綿上面 然後再這樣子去輕壓 把我的粉餅的那個粉 給它壓進去皮膚裡面 然後你的妝就會變得非常的服貼 這一罐我超級無敵喜歡的 是很值得再回購的一項產品 我之前好像在紐西蘭的時候想要買 然後結果發現 哎呦 現在賣的比台灣還好貴 然後我就沒有賣了 再來是克蘭絲的化妝水 我好像之前 最愛化妝水也有分享過吧 這一罐它是那個羊柑橘化妝水 如果你是皮膚容易敏感的人呢 用這個非常的好 它就是很快就可以舒緩你的肌膚了 而且隔天醒來皮膚也是會變得很 就是很保濕很滑嫩這樣子 沒有到滑嫩就是很保濕很水潤這樣子 然後它的羊柑橘的味道非常的清香 很舒服 那我通常都是呢 因為我用這罐都用得很省 我就不會用化妝棉 我就是直接倒在手上 然後把全部的化妝水都壓到我的皮膚裡面 很喜歡很喜歡 這是我克蘭絲裡面最喜歡的一罐化妝水 金幣而泉的這個是特嫩精華 應該很多人聽我講過了 而且我這次週年輕也有分享 而且聽說上禮拜有粉絲跟我說 他要去買這個 結果專櫃說已經缺貨了 太誇張了吧 因為週年輕也剛開始 那就已經缺貨了 但它真的非常好用 你用呢 大概用了快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感覺到你的皮膚非常的滑嫩 真的是嫩 但如果你要說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都差不多 不過它是一個 我覺得它是比較屬於那種急救的 然後這個呢 就是你天天早晚都可以使用的 所以我覺得看 也是看你個人對品牌的愛好吧 我覺得這兩個我都非常的推薦 然後呢 這個 這個是那個保濕凝露 我以前都覺得凝露對那種沙漠乾淨來講 是沒有用的 就是用了清爽 但是沒有保濕效果 但這個是出乎我意料的 它的保濕效果超好的 可以媲美如意面霜的那種保濕效果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呢 也是可以購買的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人躺在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我媽 我媽 你怎麼躺在那裡 太誇張了 我媽這樣 怎麼給我躺在床上啊 好吧 這個是Misha的指甲的去光水 這叫去光水嗎 反正就是那個卸指甲油的 其實大家也知道我很少在擦指甲油 只是有時候真的活動的時候 尤其是夏天啊 你會穿那種 涼鞋 會露出腳嘛 我就還是會擦一下指甲油 就是他們家的去光水呢 卸完不會讓你的指甲白白的 然後很乾燥不舒服不會 然後它有一個香味 所以它的那個去光水原本的那個味道 不會太濃烈太刺鼻 你就會聞到那個淡淡的香味 所以我是還蠻喜歡的 我今年還在購入了 就是它買一送一 所以我就直接買了兩瓶 然後它之前呢是粉紅色的 但我今年買的是綠色的 不過用起來效果都是一樣的好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要找那個去光水的話呢 Misha去光水其實很好用 而且你在去城市就可以買得到了 然後這個 這個 I'm Mimi嗎 I'm Mimi的護唇膜 好用到一個不行 等一下 一起加好了這兩個 就是我之前不是很推那個小藍罐嗎 然後後來發現說那個小藍罐沒有治癌成本 所以其實我後來真的幾乎也沒有再用那個了 就好吧 好傷心喔 不過呢我後來發現了這兩個超級無敵好用的 其實這個我一直都很喜歡 只是那時候我就是一直很鍾情於小藍罐 不知道為什麼 不過我後來用這個發現呢 其實後來發現啊 小藍罐它雖然它的修復能力非常好 但是還是會一直讓你的嘴巴 嘴巴有死皮產生 我覺得很奇怪 但是自從我沒有再用小藍罐之後 我用這個 是完全沒有那個問題的耶 這個呢它就是 它有點像是唇部的精華 你可以在晚上的時候塗厚厚的一層 然後你早上起來 嘴巴就是那種很嫩 不會水啦 因為你那個都已經被吸到裡面了 或者是擦在你的枕頭上了 但是你的起床之後 你的嘴唇是很嫩的 然後我在上妝之前呢 我都會再擦一層在嘴巴上面 我覺得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只是它 畢竟是專櫃嘛 所以價錢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這個iMimi呢 好用到一個不行 就是如果這兩個要再回購的話 我當然是回購它 因為它就是開架的東西 只是它很難買 它就在 呃 康氏沒有賣 然後建議大家在網路上買就好了 因為康氏眉呢 也不是每一家康氏眉都有賣 然後你可能找到的那家康氏眉 它雖然有這個貴 但是它這個已經賣完了 我的天啊 我那時候找了好久喔 然後它就是一個 你打開它就是一個那種 膏狀的護唇膜 所以我每天晚上呢 都會塗厚厚的一層在我嘴巴上面 然後你隔天早上起來 嘴巴是嫩的 然後你在上口紅之前也可以擦 它並不會影響你口紅上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關 就是我用過會有點離不開它的護唇膜 我覺得很好用很好用耶 而且我在用它這段時間之內呢 幾乎嘴唇都沒有長死皮耶 然後我有時候可能會試一試別的護唇膏 譬如我那天試了一個台灣品牌的 叫Sawa吧 它的護唇膏很難用 我一用那一天竟然馬上嘴巴就長死皮了 非常奇怪 然後我一用回來這個 就是那個死皮就是 它也可以幫助你的死皮剝落 注意它很推很推很推薦 Oma 你看Oma Oma 你在那邊幹嘛 有什麼在我們床上 Oma 為什麼躺得那麼刺激 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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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到你了 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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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公要煮飯了 煮中飯了 我的肚子超ほど 再來要分享這個眉筆 這幾個眉筆呢 說真的我都非常的喜歡 MAV чего MAVALEEEN de EXELLE的 然後然後跟這個KISS ME 的 只是我最近最常用的就是KISS ME他們家的眉筆了 然後這一支 它是旋轉的 因為沒了 當然轉不出來 然後後面呢 它是有這個刷頭的 我現在很喜歡 這個是因為它有我的髮色的眉筆 像Excel跟Made of the Linger 都比較沒有出這種橘棕色的眉筆 所以跟我一樣染了這種橘棕色的頭髮的話 我非常推薦你去買Kiss Meier這一支 然後它的顏色是五號色 我已經用了兩支了 然後我現在用的那支好像也快用完了 然後Excel的其實真的非常好用 我之前也分享過 他們家的眉筆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畫你的眉毛都會變得很漂亮 很奇怪 有一個很奇怪的魔力 然後它是三合一的 就是有刷頭 然後這邊是有眉粉的 氣墊眉粉 跟這個眉筆嘛 只是呢 因為他們家的顏色 我覺得都比較偏亞麻色系 就是比較日系的顏色 所以我染了這個顏色之後呢 我就沒有再用過他們家的 因為我覺得顏色有點不搭 但是是非常好用的眉筆 但是它以開架來講 好像算是比較貴的吧 像是Kiss Me 我記得一支好像兩百多塊就有了 不過Kiss Me我覺得它裡面的那個眉心啊 非常的短 我大概用一個多月就用完了 如果每天用的話 好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這是Maybelline的 已經什麼都看不到了 但它是Maybelline的 然後它是這種武士刀 還沒看到 它是那種武士刀的形狀 然後一樣是搭配一個刷頭 他們家這個呢 我覺得灰色的它的發射力不是比較 比較不是這麼的好 但是咖啡色的發射力很好 然後畫起來也非常的順手 而且它是有點武士刀的形狀 所以你可以畫出那個毛流 我自己也是很喜歡 也是因為它沒有我的髮色 所以我就沒有再用它了 好癢喔 不過呢 這三支眉筆都是我非常推薦的 你可以用髮色去區別 然後再來就是呢 如果你喜歡那種很細的那種筆頭 這個筆頭就是有點像是那種 眼線筆的筆頭 非常的細 然後這個就是 我覺得這個筆頭就是 正常筆頭了 我不會講 然後反正這個武士刀眉筆 它的筆頭是最大的 但是其實它畫線條是非常好畫的 然後在上色方面也非常的好上色 因為它的體積比較大 面積比較大一點 但這種細的呢 要上色就會比較需要花一點點時間 但我超喜歡的 好 又是歐蘇丹 發現我真的非常多歐蘇丹的東西 就是歐蘇丹腦粉 這是歐蘇丹的眼部精華 是我最近用完的 他們那個星光皮 然後後來又出了一個眼部的星光皮 我覺得眼部的比臉的還要再好用耶 不知道為什麼 反正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歡 這一關 眼部的星光皮 它用的就是 它不會馬上吸收的那種精華 你可以稍微再按摩一下 但是它是非常水的那種精華 所以你完全 你看我已經用完一罐了 完全沒有長肉芽 然後 它也不會讓你 它就是那種清爽的保濕感 不是那種滋潤的 所以如果你是很害怕那種滋潤的 眼部的保養的話呢 我非常推薦你可以去買這一罐 這一罐真的很好用 再來是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呢 我之前分享過很多次嘛 然後 但是他們去年已經撤軌了 完全買不到了 它非常的好用 但它真的也是 南竊第一名的吧 因為它的持久啊 跟捲翹 跟那個定型的功能 真的是 No.1 No.1 像今天 因為今天天氣非常的潮濕 我在夾完我的睫毛之後 我要上睫毛膏 我就發現 我的睫毛已經吹下來了 因為非常的潮濕 所以我就趕快用那個 燙睫毛的 把我睫毛燙起來之後呢 趕快刷上它 然後現在我看一下我的睫毛 你看 睫毛是不是還是翹的 很翹 它的 它的定型效果真的非常好 而且是這種 雨天的定型效果也很好 因為我覺得我的頭髮 反正我身上的 就是頭髮啊 睫毛都是非常怕潮濕的 只要一潮濕呢 不管是塗了什麼睫毛膏 它都很有可能再吹下來 但是用這一支是絕對不會 然後 因為它撤櫃了嘛 所以我在撤櫃前 我又吞貨了幾支 我不知道現在網路上還買不買得到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跟我一樣 你的睫毛非常容易垂的話呢 你可以試試看在網路上找這支 而且它完全不會暈喔 剛剛應該沒有看到我睫毛有暈吧 它就是一支超級無敵棒的睫毛膏 我終於要講完了 最後一個了 這是什麼 這個是Pony Effect的氣墊粉撲 對沒錯 是氣墊粉撲 就是在氣墊粉餅裡面 都會看得到的那塊粉撲 我最最最喜歡的粉撲 就是他們家的 因為多半的氣墊粉撲呢 都是就是你會覺得它是一塊氣墊 但是它沒有海綿體的感覺 那他們家的氣墊粉撲 就是它是有彈性的 你會覺得它比平常的氣墊粉撲 還要再厚一點點 然後摸起來是非常有彈性的 很多氣墊粉撲啊 它就是會覺得很像就是兩片 不知道什麼紙的東西這樣子 合在一起而已 但裡面是完全沒有海綿體 然後你會摺的時候 它很難摺 它沒有辦法 它可能摺 它會摺出紙角 但是他們家的完全不會 它就是跟一個海綿一樣 然後只是它是做成圓形的 然後做成就是氣墊的那種 的那種形狀 然後它用起來就是非常的痘 你可以在臉上這樣痘痘痘 跟海綿一樣可以這樣痘痘痘的 然後我自己個人 其實我是非常喜歡用氣墊粉撲的人 就是比起來的話 氣墊粉撲第一 再來可能是那個刷子 就是上粉底的刷子 然後再來是那個海綿蛋 氣墊粉撲是最最最常用的 因為我常常只會上局部的遮瑕 然後氣墊粉撲呢 它的遮瑕力是最好的 因為它不太會吸收那個 那個粉底 所以它其實遮瑕力是最好的 然後也最容易上手的一個工具 我覺得 所以我自己是超喜歡 就是我會再去回購的一個氣墊粉撲 其他的我都覺得一般般 雖然很多氣墊裡面附的粉撲 其實都還ok 但是它就是最好用的那一個 好啦 今天終於講完了 我也不知道我到底分享了多少東西 我講的肚子超餓的 好累啊 然後我媽還給我睡在那邊 哈哈 趴下來了 所以我們常常 其實常常我們兩個在睡覺的時候 他都會這樣偷偷的爬上床 但我們現在已經 嗯 就是 覺得他太可愛了 所以就是沒有關係啦 好啦 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喜歡了 然後希望有給大家參考到 我盡量的剪短 就是不要講太多的廢話 然後講重點給大家 其實真的我大部分會喜歡的東西 比如保養品一定就是保濕嘛 然後比如發品的話就一定是蓬鬆啊 什麼乳液的話呢 可能就是清爽之類的 其實大同小異啦 大家可能會想說 你每個都說好用 每個都說保濕 這是當然的 因為我的肌膚適合的就是那些東西 然後我的喜好就是那樣子的 所以 希望他可以能夠理解了 我不可能會 會突然來一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很去油很清爽 我覺得很好用 不可能的 好 大家應該懂吧 所以今天就先這樣子喔 掰掰 好 又回來一次了 因為呢 我這幾天在整理我的拍完的空瓶之後 我發現 哎呀 還有兩個很重要的東西 我竟然沒有講到 而且一個是新歡 然後一個是舊愛 一定要 一定要這兩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一個是這個 這個是那個VIZE的眼線筆 這個眼線筆呢 超級無敵好用 我用過之後就大概沒有再換了 其實之前我有說過 蜂蜜美肌的眼線筆很好用 然後 還有那個 哇 艾杜莎的眼線筆也很好用 那這支也是 它一樣也是 不會暈染 真的完全不會暈染 連我姊姊那種眼皮會出油的人呢 他都不會暈染 然後他的筆呢 非常非常極細 比蜂蜜美肌啊 比艾杜莎都還要細 然後他出色非常的 就是你只要輕輕的畫 他顏色就非常的顯色 像我後來發現蜂蜜美肌的 他的眼線筆呢 就是有一些眼影畫上去之後呢 他眼線筆會比較難發色 但是這個我試過各種各樣的眼影 他都發色都非常的好 然後只是唯一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他的筆頭呢 因為他是那種旋轉轉出來的 他轉出來之後呢 就再也不能轉回去了 這是唯一唯一的缺點 可是因為 就是他的優點實在是太棒了 所以你可以完全 可以完全的就是 包容他這個缺點 反正這個缺點就是 你只要每次用的時候呢 真的只轉出來一點點就好了 真的不用多 其實 像現在這樣子 他真的太細了 現在其實他一點點 然後再轉出來一點點 就是差不多這種 你可以畫的就可以了 這次真的很好用 我已經 我之前都分享過很多次了 然後我自己還再去買了兩三次吧 我記得 不能沒有他 然後我每次買都是咖啡色的 我都是買BR321 好好用 不能沒有他的眼線筆 另外這一個是我的新歡 是那個 Dr. Wu他們家的面膜 其實說真的 我這一年來吧 非常少用面膜 就是 我的皮膚其實不太需要用面膜 因為我這一年來的保養都 我沒有一直換保養 都一直用比較固定的保養 所以皮膚其實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除非是 可能在季節轉換的時候啊 或者是 我不知道 很少會出問題 所以我很少在用面膜 然後也很多面膜 我用的是沒有感覺的 就是用完就覺得 我剛敷那15分鐘不知道在幹嘛 自從我用到這個之後 他有分A跟B兩個 然後我覺得B的是最好用的 我用的是最有感的 他用完真的 比如我皮膚粗糙的時候 用完了 馬上 馬上 至少可以剪掉三分之二的粗糙感吧 我就覺得天啊 真的很保濕 然後隔天醒來 皮膚也非常的水 非常的保濕 我覺得他的保濕力是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非常的有感 可是呢 這個面膜超貴的 我記得他三片 就賣多少錢 真的蠻貴的 那時候我姐用 然後他也很矮 然後他去買 他就說天啊 這個面膜也太貴了吧 可是真的好好用 就是不管任何膚質用 絕對都很有感覺的 所以我還蠻推薦的 如果你的皮膚真的 最近狀況很嚴重 然後真的找不到方法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去試試看這款面膜 好啦 就是這兩個很重要的 我就沒有講到 所以我又重錄了一小段 分享給大家 好 那 就這樣子啦 謝謝 謝謝 我記得 地面膜 因為 這個很重要